Hello 各位 又是我朱莉媽 看看這次我們流轉到愛丁堡哪裏 沒錯 這次我們就看看愛丁堡的交通情況是怎樣 以及推介一些很好用的Apps 我們今天嘗試乘搭巴士 首先我們會去用CityMapper輸入終點站 由你起程 譬如家去到終點站 他就會建議你搭什麼巴士 我們就走去巴士站 找回你要搭的巴士 走到去之後 這個就是價錢 可以上網買定票 有些日常票都值得的 我們今天就搭34號巴士 我們看看怎樣付錢 我們上網用個Apps 叫M-Ticket 就買了票 好 那就展示給巴士叔叔看 有兩層的 巴士都很新 老人家在下落下 小朋友上樓上 沒有冷氣的巴士 好 他們很興奮 哈哈 沒有人跟我坐 沒有人跟我坐 你坐了 我跟你坐 好 謝謝你 還有CityMapper 都有寫了有幾多個站 那去幾多個站 我不知道 有一個顯示範的位置 在這裡 我們待會看看 我們待會看看 現場直擊一下 他會不會展示 那個站名 如果不是 就跟隨CityMapper 比如說第八個站 我們就第八個站 不如我們坐前一點 小朋友我們坐前一點 好嗎 好 小朋友我們坐前一點 好嗎 好 小心一點 爸爸 你在數到幾個站 每個站 對 那Apps都很方便 應該是GTS 就看到 有些香港人 還不認識 走了 見到那些香港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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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香港人 這裡附近都多香港人住 對 我們又見到 有客人 巴士 巴士就是這樣的樣子 都很新 每一架巴士的樣子 都一樣的 那很方便 比如剛才我們上過 M ticket Apps 去買了一個 Dail ticket 那你今天搭多少程 都可以的 那就有Family ticket 那就給 譬如我們兩個大兩個小 那就給分開買更划算的 那我們都隔了 譬如 Uber 那些 都 就是 都便宜 比Uber 很多 因為我們就暫時 沒買到車 所以都靠 都靠巴士 在愛丁普那裡去不同的地方 那也是我們第一天可以 出去 出街 那第一件事是拿回BRP 拿回身份證 先 然後再去 添置家具 這條街都很乾淨 Lewis 你喜不喜歡坐巴士 喜歡 但我真的坐這些巴士 是啊 是啊 坐這些巴士多一點 是嗎 是啊 他都沒有顯示擺 沒有顯示那個地方的名字 是不是因為我們 上了去上層呢 待會我去下層再看看 那裡是不是搭 下車 我們下車之前 嗯 好啊 我們七個站的時候 好啊 現在第幾個站 第一 第一個站 我們好像第八個站下車 就去Poll Station Poll Office 他們叫 拿回BRP 好啊 那現在有空又說一下 今天其實是我們來的第十天 那為什麼第十天都可以出的呢 因為我們交了 那個Covid-19 有個 Day 2 和Day 8 的Task 那Day 8的時候 我們交了 那他第九天已經 傳了SMS 和E-mail 過來說 Pass了 那所以 而第十天我們已經出得去了 那 還有我覺得 那個感覺 隔壁的感覺 是 不是太差 在家裡 是可以在附近的 超市裡買東西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其實都是可以下街去的 那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都很多人說 去到UK 那些警察會上門搜尋 那我們都說都沒有 沒有警察上來檢查過 那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相信你了 信任了 那所以 so far我覺得 OK的 好像很順利的 你都可以下去 買東西吃啊 買些take-away啊 那都方便了 那曾幾何時 我都在香港 入過這個 竹高灣隔壁 完全是兩個感覺 我覺得是 逐步彎是被人 去go to the jail 就是被人 穩住 那這裏隔壁是 OK的 真的 不會太辛苦 而且 很自由的隔壁 前面那一家是多少 44 去哪裏隔 去哪裏隔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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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全盛了 不是這樣 Better 不是這樣串 students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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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也不懂得讀 這裡是蘇格蘭的口音 好 那不如我們現在停一停 臨下車的時候我們再拍一個 好嗎? 好 我們現在下車了 好 我們下車了 好大家文當勞 好大家文當勞 那都很方便 在APP上看哪個站下 那它又到航 夠鐘就 看到差不多 就下來 不過巴士就真的沒有顯示屏 看到那個站名 我們下來了 好 那巴士又開走了 拜拜巴士 我們剛才看完搭巴士的情況 有兩個很好用的APP想推介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CityMapper 它都很Youssavani的 它就教你 譬如你輸入起點 跟著終點 究竟去的方法是怎樣 私家車 走什麼路 究竟用多少時間 或者就這樣走過去 用多少時間 我主要用來找交通工具 即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乘搭巴士 可以有什麼巴士坐 首先輸入起點 終點 它就有四個不同的方法 怎樣去的 它還會告訴你 搭多少號巴士 用多少時間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好用 以及Youssavani 第二個APP也需要下載 就叫做MTickets 這個是買票的Tickets 我們一起看看 可以買大人的單程 就是英鎊過百 入票 或者五個大人的Date Ticket 其實最好用就是Family Ticket Late Ticket是什麼 就是晚上6時便宜一點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Apple的Wallet 或者Google Wallet也可以 今集就介紹完 愛丁堡的巴士 以及好用的交通APP 希望你們適合用 如果覺得適合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 或者按我的鐘仔 繼續留意我的Youtube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